本節目內容純屬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來墨田圈,我是Jack 我是WingWing 我是Terry 今集我們三個… 小貓 善良寶寶 三個小貓 小豬就未必是兩 是新年的第二集 不如問大家有沒有近況 距離上一集錄音 應該是半個月之前的線 好,我先說說我們的近況 我們隨即那天 就一起去了唱機 又是未來日機 又是未來日機 我們本身打算只有五個人 但後來有很多人 還有十個人 而且原來那個機房經理是我們聽眾 最後還有節 沒錯,非常好 最後我們各自坐Uber回家時 司機也是我們的聽眾 對,還有節 Uber沒得節 對,就是這樣 那你們除了唱機近況 還有其他近況 我有些沒有那麼近的近況 好 我說我12月的時候 即是去年12月的時候 哇 2023年12月 很難說 簡直是很遙遠的 過去的 因為我平時也不太外出 我整個假期 外出的次數是超級少 和約朋友的次數也是超級少 其中有一次就… 不是,你先說吧 你先說吧 好 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吃韓燒 吃完韓燒後我肚子餓了 然後就去吃甜品 我們排隊的時候 因為那間甜品在銅鑼灣 然後到我們了 我們就四個人進去吃 叫了兩個沙冰 然後就吃…吃得挺開心的 後來付錢的時候 付錢後就走出甜品店的門口 我非常有手尾地幫他掩上玻璃門 我掩上玻璃門的時候 突然之間裡面 那個卡塔是哥哥仔 就跟我說 Terry 哈哈 那是哥哥哥仔嗎 我正是姐姐 不是 然後我當堂嚇一跳 然後我就… 然後他就跟我說 是甚麼意思 那當然要笑一下回應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有聽播放的 還有有看YouTube 然後我就說 謝謝你支持 然後就結束了 我就立刻在群組裡說 喂 剛才吃糖水 還不懂聽眾 有看YouTube 還有有聽播放的 對 但Terry在群組裡 就沒有特別說是哪一間 你有叫我們猜嗎 沒有 你說肚子餓嗎 但我們見面的時候 我記得你是有說過 是 你就說是一間銅鑼灣的甜品店 然後我心想 我又不出街 哪有那麼容易 對 就是銅鑼灣那麼多食物 哪有那麼容易種 我完全沒有把他的說話放在心上 哈哈 很傷心 完全沒有 然後呢 聖誕這個假期 我已經很少出街 基本上是 沒有出街 我可不可以趕回昨天 很挫亂 然後昨天 錄音之前的那一晚 我跟朋友出去吃飯 吃完飯後就去吃糖水 因為我不太熟悉銅鑼灣這一頭的 糖水泡 糖水泡或吃甚麼 我其實完全不熟悉 我的朋友就說 我帶你去吃甚麼甚麼 我們就去了 進去的時候 我拿著一手的東西 然後我遞了兩個 即是V的手工 我就說兩個 然後那個人呆了 看著我 然後我心想 是不是不知道是兩個 不知道是二 然後我就說了 兩個 然後他就 OK 你出去等一會 然後我就出去等 等我再進去的時候 他就說 我聽蜜田園播放的 前幾個星期 Terry也來過 然後我心想 糟了 原來就撞中了 馬上記住 我以為這間糖水泡有親切感 是因為他很出名 是 即是名字很紅 很嚮導 我就覺得 你帶我來這間 好像有聽過 是 以為是 誰知道原來是群組聽過 你們撞口撞面後 他有沒有自我介紹 沒有 即是你們現在都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我不知道 OK 好 謝謝他的折扣 原來有折扣 你們兩個都有折扣 我不知道 不是我給錢 沒必中霸氣 我想說先謝謝這位聽眾的收聽 有點厲害 因為我很久都沒有出過影 對 沒有出過影 也認得很厲害 所以也是 人怕出名豬怕肥 你是怕味的 我是怕肥 豬 還有如果有一天走過那些 可能是法拉里亞 還是保時捷的show room的時候 有聽眾們認得的話 可以給一個折扣 也好 不是他給一個折扣 我都買不起 不是 我連給折扣那塊錢 我都給不起 給你一個八折 那是多少錢 二百多萬 是 那我們不如今天也開題 我有近況分享 好 我前面在撿屋 12月 大家也知道我放了一個假期 給自己休息 我家裡平時很暖的 而且都懷疑快要有惡臭 都已經亂了 沒有的 其實因為我是接受 我們兩個的反應 老實說 你們認識我這麼多年 有沒有感覺到我有惡臭 那倒沒有 是 他忍口 是用香水塞住了 無恥啊 你們這樣冤枉我 我意思是有點凌亂 我打算收拾房間 我撿屋時突然之間 有一天撿屋時發現到 有一隻四腳蛇的乾屍 仰走 原來只是在我躺的位置的隔壁 蛤 大概是一、兩尺左右 大概是四、五隻手掌的距離 一隻乾屍在那裡 是乾透的 在床上嗎 不是,床旁邊 即是樓下 即是地下 旁邊 有些東西被扎住了 因為我房間有很多書 或者很多袋子 扎住了 然後我打開時 就看到一隻四腳蛇的乾屍 我掃的時候 是整身硬的掃 即是直接像是藥材袍 會看到那些四腳蛇 那我就覺得很離奇 為什麼我的房間 會令到一隻生物 這樣死透了 還要是全乾的 養分全都在你 而且它可以光透 那是恐怖 很恐怖 死了一條絲 但它是光了 硬直了 所以我就覺得 嘩,家裡也有點危險 於是我就大清理了一段時間 這就是我的清潔經歷 但那些昆蟲 我這個錄音號說到 因為前陣子我走過一間衣服店 在賣衣服店 我平時也不會特地走過賣衣服店 是在九龍灣 那間賣衣服店 我看到有一頂帽子很漂亮 你看到黑色的帽子 然後有一隻金色的 不知道是蝴蝶還是蜜蜂 我看到很漂亮 就像名牌的帽子 通常有名牌子 會有蜜蜂或蝴蝶 超漂亮 不知道為何會看到 而且是一間很普通 正常的衣服 但我覺得設計很棒的帽子 我走過去看 看了很久 然後有兩個店員在旁邊 口震震地跟我說 他就說 你都看到 他在這裡傳日 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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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笑 好像在說其他東西 我嚇了 你都在這裡傳日 然後他就說 誰戴著帽子 你沒有那隻 那隻墨蜂在這裡傳日 他以為你在這裡傳日 哈哈哈哈 我以為那個店員跟那個店員說 我肥仔在這裡傳日 那兩個店員跟我說 在這裡傳日 然後他說 原來那頂帽子上 有一隻叫飛鵝 金色的飛鵝 金桑子 像塔莊圖 很公佈 金桑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 金桑子不是拿到一隻 不是有一個 不是有一個 在上面的那個桶嗎 回到回來 我看到那隻東西 我以為他不動 還以為他死 於是我一直 我還要按得很近 這麼欣賞 哇 好真 好真 大家都知道我本身都害怕 做工很精細 哇 好美好真 哈哈哈哈 是真的 我已經準備上去買 那隻貨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說 他在這裡傳日 我才知道 哈 那隻原來是生物 他們很害怕 那兩個店員就說 於是我就說 那要是你給一張紙 我幫你撥走它 那些 於是我就拿一張A4紙 那一張紙 那是真的 他就騎了上A4紙 那我就擺在商場的電梯底 然後我就沒有理會過頂帽 因為我覺得頂帽 沒有了那個裝飾 就完全不漂亮 就是普通的地上是黑色帽 我就不可以 但我覺得很神奇 我真的以為那件事是 應該怎樣形容 我以為它是裝飾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挺漂亮 有時的帽子有一點裝飾 但是那一刻是我嚇一嚇的 就是我又見到這些有昆蟲的 Logo 是Logo的一些衣物 我都可能不會太近地去碰它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的小近況分享 關於四重書的近況 那我們開題好嗎 我們今集說悲觀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大家說起悲觀 你們自己算不算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 我們比分好嗎 比分好比分 100分滿分 100分滿分 你先比 100分是最悲觀還是最樂觀 最悲觀 最悲觀是100分 我想我大概是75左右 我70左右 你覺得我是多少 你0 4 4 100分是悲觀 100分是悲觀 我覺得我有40 5至50 只有半半 都積極小寶寶 是呀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自己是有點悲觀 或者你是一半一半的呢 因為我昨天上了課 然後老師叫我畫一幅畫 我就畫了一個沙灘 然後超大的太陽 然後他又跟我說 這幅畫反映了我 因為我用了很多 我有畫其他東西的 畫了很多鮮艷的顏色 然後他就說我 那個人是偏向 直面樂觀的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老師是有類似 那些藝術分析的東西 然後他就這樣跟我說 然後他說 雖然有時候會不開心 然後我就說 誰都會不開心 但是他說 那個樂觀 是不開心的時候 都可以樂觀 是 所以我就覺得 一半半 我不覺得完全是 我覺得這個好看狀態而已 我覺得現在的自己好一點 我在這個年紀 會好過以前很多 我小時候是超級悲觀的人 如果我小時候給分數是85分 或者80分左右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最悲觀的狀態 或者覺得最絕望的狀態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大概 可能是我七、八歲 我爺爺過世 我覺得那時候 正常小孩子 本身是很天真浪漫的 還有我成長的時候 我基本上大部分時間 都會可能 我爺爺會教我捉象棋 會沖功夫茶 經常陪我 還有我爺爺 在我家裡算是相對比較 比較踏實的一個人 所以我很喜歡跟他相處 但是他過世之後 我就很不開心 有一段時間 我常常晚上凌晨 是自己在家裡哭 然後我還要問我爸爸媽媽 人死了會去哪裡 或者人死了之後 會不會有天堂地獄 或者我們灰飛煙滅 什麼都沒有 我們會不會有意識 知道自己死了 我不停地問 我猜到我爸媽都有點犯錯 但他們都很循循善有 所以如果你問我 通常人們都會說 可能有些情緒問題 但我覺得我自己最有情緒問題 可能大概在七至十多歲的階段 已經過了我最有情緒問題的時候 所以去到過了某個年紀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的人比較硬正一點 幾悲觀也好 頂不就頂到 所以現在會好一點 但小時候是覺得 死了之後 如果是一片虛無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好像會覺得很空虛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自己小時候會比較悲觀 但現在是會好一點的 WingWing呢 我也覺得小時候會比較悲觀 現在是比較好一點的 我自己這樣看 我看兩件事 去定我自己是否悲觀 就是我覺得世界本身的設定 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覺得這個現狀 可以被改變的機率有多少 我兩件事都是偏負面的 譬如說我覺得世界本身的設定 其實是不太好 人呢 如果要… 我不知道有一個說法 你一出生就開始為了還債 來受苦 我是同意這個看法 然後第二就是 到底世界上不好的東西 是否有可能被人扭轉 我也覺得是不可能的 是 譬如大的話 你說一些戰爭、殺戮等等 或者是一些奸人努力的事情 在這個世界裏面 只會不斷地發生 而是無論花多長的時間都好 都不會有任何人可以改變 是 然後如果用小一點去說的話 其實就是 每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事物 所可以掌控到的東西 其實都是美乎其美 是 就是最基本就是 我們都不能夠掌控自己身體的時候 我怎樣會覺得 任何東西可以讓我扭轉 所以我兩件事都是覺得 偏向 偏負面 但為何我覺得比以前好一點呢 就是 以前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死局 但現在就會覺得 就算設定是不好的 或者就算人是比較無力去改變很多東西都好 但是也不妨礙你能夠感受這個世界 或者享受每一刻的快樂 或者 反過來就是 一些不開心的事 或者一些負面的事情 都可以是一個特別的體驗 那我就開始比較可以接受到人要是生存在這個世界的一個現實 還有你剛才有提到 譬如人死了之後會去哪裡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人死了之後 如果是灰飛煙滅的話 是很虛無的 但我覺得 如果人是要永遠的生存下去 或者他的意志要永遠的存在 反而才是最大的痛苦 如果他死了 你真的讓他死了 不要有太多 很多掛獻 很多情感 是的 我說他又轉了另一個形體 然後瘋狂無限的輪迴輪迴也好 總之 任何形式的存在存有 都是很痛苦 包括進化 包括進化 沒錯 好 不如說說悲觀和樂觀的朋友 你覺得你身邊的朋友 悲觀樂觀的比例有多高 大概的比重是多少 我覺得我身邊的朋友也偏悲觀 樂觀寶寶就是Terry 然後就不太說了 這麼誇張 最樂觀已經是Terry 因為我覺得樂觀和悲觀 但是我想知道 你說我樂觀 跟你那些悲觀朋友的差別是什麼 可能是IQ 知識是用助奏 知識就是助奏 所以越多CF越聰明的人 很難做人 其實我覺得Terry 其實也不是這麼樂觀的 好笑 我想看 沒事 搞笑就不是 不要笑 完全無關 完全無關 跟IQ完全無關 我以為Terry直徵翻 你跟IQ完全無關 Terry直徵翻 真的是 他算是比較聰明的一個人 反應快的人 在他的裏面給我 所以我要再修正 我剛才的答案 其實我覺得Terry也不算是一個很樂觀的 是 真的 他也多受善感 或者其實他用正面的態度 去面對一些很Fuck up的事 即是他是 Fuck up 你笑 Fuck up Fuck up 所以就希望他 過得好 我自己是朋友而言 我是很樂觀的 因為我沒有朋友 在做甚麼 對 我都想知道 不是 回來 回來 我覺得如果我朋友比例來說 都悲觀底多一點 可能會多受善感 想法多一點 或是會自己 很多時候都會消耗自己 我這樣說 是不是不好呢 怎麼辦呢 都多這些人 反而是超級正面 那些叫做 很阿Q 他一正面 其實他人就好像 好像阿Q 太過分積極 太樂觀 而且你覺不覺 我們這個時代開始 其實是比較傾向 不太適應到那些樂觀的人 以前不是今天 以前是覺得你個人正面 你個人很出現 你個人 懂得跟別人相處 跟別人聊天聊得多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以前是這樣的 不知為何在某個年代 而且你會否覺得 看劇的那些 很甜的女主角 就有點疏疏的 全部都是自力偏低的 加油 我今天定位好天的 加油 那些 是 Terry都有些女主角特質 我沒有 小聲一點 對不起 我不是的 有些會你一天會遇到 霸道總裁 不要 以前是很流行 去鼓吹或欣賞這些 但是近這幾年 或者近這十幾年開始 不知是否多些人 會重視自己裏面多些 例如一些人比較喜歡 內斂一些 沉思一些 可能是幽鬱一些也好 都是會被人覺得 反而你是一個比較有思考的人 多些 我覺得是比例而已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 接納到一些 例如我比較藏自己的 或者我比較多些負面情緒 以前不是的 以前覺得你是主角 你怎可以有負面情緒 你是Super Hero 你怎可以有軟弱的位置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所有超人都有他弱點盲點 所有多厲害的人也好 那些電影裏面 都會強化了他內心的掙扎 多於他面前的很硬正的盔甲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時代問題 我覺得這個年代 是比較傾向會接納多一些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覺不覺 就是好像是有少許過火的 我經常都覺得 去到過份擁抱脆弱 我覺得去到某個時代 對 所有書店的書 就是內向者的力量 然後什麼脆弱的力量 糟了 在哪裏都好 對 然後什麼高敏感人的 怎樣應用 傷口靜在於合中 什麼會用手撐 對 對 我覺得過分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什麼 就買一本書看看 自己看 真的 但我覺得在某程度上 近幾年 是好像很強調 脆弱好像是一種 美德 美德 但是我覺得脆弱只是一個戰勝脆弱的過程 只可以是 譬如我今天很脆弱 它不可以是我的整個人的狀態 我今天很悲觀 它不可以是我這個時刻的狀態 只是我要戰勝這個關口中間的過渡期 但我們就吹奏了 我們不小心 很多時候 即是坊間 無論是書 影片 甚至乎podcast 都會吹奏了這些 叫做 可能是你過渡期內面會面對的事情 成為了一個美好的特質 譬如你這個人不懂得表達自己 你也要學表達自己的大哥 而且你這個人可能很情緒化 其實都是你要接納自己是有情緒化的面 但不等於這個是一個完整的狀態 即是你這個人可能很悲觀底 其實也不是要你去正面 而是要你戰勝這個悲觀 但不知為何近年好像很吹奏 將缺點放大成為了優點 純粹我自己觀察覺得 所以看看你們覺得悲觀有甚麼好處 以及你們覺得悲觀對你們來說 有甚麼你們不太接受到的地方 但悲觀和樂觀 我自己也不覺得是一個 帶有鋪匾的字 我覺得一個人看東西悲觀 不是一個怪處 然後一個人看東西樂觀 也未必有好和有壞之分 所以其實純粹是那個人去理解世界的角度不一樣 是 有沒有身邊有些朋友悲觀到你們受不了 有 那些我就斷了 他現在不再是朋友 我覺得因為那些人負能量很重 因為悲觀都可以很有力量 因為一個人可以看東西看得很壞 但他仍然會盡力 知道改變不了 但他也可以盡力去改變 他也會盡力去做 或者很認真地去做 或者在做的過程 他也不會有甚麼怨言 他很接納到 這個就是命 或者這個是現實 但是他不會擺爛那種 是呀 我就是廢了 就是垃圾了 我甚麼都改變不了 在耍廢 他也可以 悲觀的人同一時間 都可以盡力去做到最好 但是那些很負能量的人 其實無論他想法 悲觀還是樂觀都好 他都一樣是很負能量的 他可能就會不停地抱怨 誰對我不好 全部都是別人的問題 或者諸如此類的事 無論他身邊發生了甚麼事 他跟你分享的事 全部都是罷了 還有覺得自己很慘 我是悲劇中的女主角 還有覺得這個世界好像不適合他 對 世界欠了我 為甚麼只有我一個那麼慘 對 就覺得他好像選擇 都選不到自己適合的事 你這樣說一說 我發現我身邊挺多悲觀的朋友 反而悲觀的是比較多 但是有些是很接受現實的悲觀 但有些悲觀到 就是經常打電話 一來就打電話來就跟他說 要死了 不是的 他就會覺得 我很想出走 我覺得香港很不適合我 我覺得甚麼部分 兼職都很大壓力 我今天又做錯事了 然後又被人罵 我真的不停地這樣說 然後那些人移民了之後 天天在IG都會看到 都是慘的 為甚麼我要過來這個地方受苦 為甚麼我要過來這個地方 住這麼低下的工作 有沒有家人 有甚麼甚麼 他無論去到這個地方 也有怨言 因為他的底是悲觀 沒有辦法 還有我覺得悲觀也有分幾種 有些是剛才你們說的 他的形態就是一個悲觀的形態 或者想法是一個悲觀的想法 但有些是防禦性的悲觀 譬如假設我們去計劃一件事 我預計到他一定會有最壞的情況 譬如我這次計劃過旅行 我預計到最壞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可能車子會解僱的 那怎麼辦呢 想好後備方學 或者預約到酒店的時候 酒店也會解僱的 想好後備方學 有些人會有防禦性的悲觀 就是我會多受善感 但是我會想一些事情上 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以及去預備最壞的打算 但有些悲觀就是 我是悲觀的 我個人是不開心的 我是不值得幸福的 或者我是沒有人愛的 或者我是怎樣怎樣的 那種悲觀 我想相對你會比較難 去取得到我的作為朋友 還有你剛才說的 那個防禦性的悲觀 但是有些人會很災難化那件事 你想後備方案的時候 是好事 但是不可以想到太災難化 或者不要想到太大 還有一些位置 你就要放手 譬如有些人經常都會說 有些什麼例子 譬如我這樣 我去到每一個新的地方 我一定會先看防禦門 就是穩定逃生的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一個是個人的 你要先熟悉那個環境 我覺得是正常的 但有些人在幻想一些 發生的機會微乎其微 譬如我每一次 跌照排下來 對 類似 然後每天搞到自己很提心吊膽 我真心覺得 如果有些災難 是要發生在你身上的話 其實也必死的 必死的 不能避免 你這些 一個人才會撞下來 難道你可以擋到嗎 對 你不是一個可以 你在那件事上是無能為力的 那你就算了 那就放手 有些人 我記得有一次 有些人跟我說 你的電話 那個鏡頭 無時無刻 你都要拿東西 遮蓋著它 因為有些人會嚇進去 看你睡覺的樣子 看你去廁所 這些位置我就是覺得 為何要關人 誰會突然嚇你 如果這些荒謬的事情 真的要發生在你身上的話 其實就不能避免 而且它要強迫 也不只是強迫你一個 到時幾百萬個人 那些照片全都放出來 誰逐個逐個看 誰是你 有沒有人這麼多時間看 就是了 我想問問大家 譬如你們自己 你們會傾向喜歡 跟一些樂觀的人相處 還是悲觀的人相處 其實它怎樣看 我覺得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它人 即是積極 不一定要積極 對不起 都要收回 最重要是它人 不要散播負能量 是 它不用跟它說話 要很開心 很有得著 都不要緊 沒有都不要緊 但不要跟你談完一次後 好像吃了你很多負面情緒 然後聽你腎 好像你的情緒垃圾桶一樣 無論你怎樣看 這個世界都無所謂 你積極也好 悲觀也好 正面樂觀也好 甚麼都好 總之 你最後不要把你的垃圾 丟在我身上就可以了 哦 即是寧願它是零 寧願你們交流的時候 不做任何有建設性的對話 沒錯 只要唱歌看電影 所以其實我經常跟朋友說 你有甚麼不開心 真的不要找我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想知道 哈哈哈哈 你很樂觀 我真的不想知道 我要控制自己的人生 其實已經很難了 還有有時候 除非它一來就說明 我現在跟你討論 但我知道是無解的 你放在電話聽就算了 對 聽聽都可以 分擔一下 可以 有限度可以 但你不可以 那種無聊期的 說了很多很不開心的事 讓我知道 你快點過來拯救我 blah blah blah那種 我不行 我形容有些朋友 是叫他做黑洞 是 黑洞會吸走你所有的能量 很多時候 但有趣的就是 通常這些朋友 是每次都在這個狀態 你很少看到他積極的 你看到積極就要害怕 你看到這些朋友 突然很認真人生 努力 然後發奮向上 或者突然對萬物都感恩 你就要害怕 因為他之後改變 對 只有幾個可能性 要不就參加了那些 甚麼人生甚麼成長課程 那些給三瓶幾的 十萬元 對 給十萬元 然後自己要赤裸在地鐵站 等地鐵 可能是參加了這些 迫自己去到一個 能力高的狀態 要不就是他真的 有些東西頂不住 就爆了 爆了他不懂得控制 之後就用一個 好像很正面的方法 那些時候 我覺得要留心點去看 但否則 其實對我來說 那些富能女朋友 每次慎 我都是 聽著就算了 每次都有難關 我不明白 為何有人每次都有難關 首先看 我都覺得辛苦 而且每次都處理不到 對 我的人生是辛苦的 老實說 對不對 你從讀書開始 你已經明白 沒有東西是要跟著你的預期 去走 因為我們預期是甚麼 我們人生的預期就是 最好就懶點 不用溫習 但是考試100分 這是我們預期 但問題是不行的 從來都沒有跟過預期 然後出來做事 當然你做越少努力 可以換到越多錢越好 然後升職加薪 但哪有可能 一定是所有東西 跟你本身的預期 一定有落差 但有落差 不開心是正常的 我也覺得 但是 有些人在落差中 永遠都是做委屈的角色 其實全世界都在委屈的 所以我就想 到底悲觀底的人 有沒有甚麼方法 可以 面對到這個問題 或者處理到呢 譬如我們自己 我也想知道 因為我們自己都是悲觀底 有些人都 或者很正面很積極 但怎樣可以處理得到 或者到底是否真的 只是我們悲觀呢 其實你見不見到 在裡面有好處呢 我也可以去想一下 不如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去聊 最後見 好 回來繼續 好 我們說回悲觀 可能是我們自己悲觀底 剛才說悲觀朋友 我剛才跟Operator 聊起一個故事 有個朋友 我不知道他叫不叫悲觀 已經完全不是那個狀態了 他是那些 很喜歡打電話給人聊天的人 是男生來的 帶我們幾年 不是男生 抱歉 就是叔叔 帶我們幾年 然後他每次都會 譬如我是Jack 他就用一個二字頭的電話打來 即他每次都是不用自己的電話 用一個二字頭的電話 還是一些不懂的電話打來 就說Jack 我是誰誰 我想跟你聊一會 聊兩句 一聊他就會自己說了 半小時至九個字 都未必下下收到線 即每次都要說很忙 或者有事在做 我見了朋友才可以收到線 接著之後Operator 即我朋友 有一次就問他 其實你這麼喜歡打給人 或者這麼喜歡跟別人聊天 不如打他關心一線 接著是不是很困難 其實我也覺得很困難 對 已經很不人道了 如果作為同一個認識的人 去說這件事 其實也挺侮辱的 殊不知他完全沒有感到被冒犯 而是跟他說個真相出來 OK的 他就說 我打過去了 他們的工作人員已經認得我 所以他們不接我的電話 所以這個人很厲害 他打到連關心一線 都不接他的電話 其實他是不是在濫用治療 很瘋狂 回到剛才說到哪裡了 完全忘了 你剛才說有甚麼方法令人悲觀 令到悲觀底沒有那麼悲觀 我的悲觀是來自哪裡 我的悲觀是來自 他們覺得人是沒有改變現狀的 所以我是不會 你是接受的 我是不會改變那些悲觀的人的想法 是 但譬如你 你有試過悲觀 你如何戰勝這個狀態 我沒有特別覺得自己很悲觀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好 然後我要改變他 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是 純粹是 即是可能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過 純粹是你 大大想 明白了 反正你還是要 回看這個世界那麼久 不如令自己開心一點 是 我也是這樣想 純粹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是 因為始終我 那個世代算是一個甲縫的世代 我這樣說 好像說到自己 又好 又好 沒有好錯 甚麼的一代 即是甲縫的意思是 例如在我上一代的人 其實是沒有那麼關心那些 mental health 就是每個人都覺得 做事做事是這樣的 出來上班被人吵就應該的 帶媽媽回來應該的 老實說 罵到你哭就應該的 OT是應該的 我猜我剛剛出來的 第一年第二年做事的時候 還是完全是這種狀態 就是做事被人罵得七彩是應份的 你有代薪的 你的份量包了 包你被人罵 是這樣的 所以相對地 是壓抑一些 以及不理自己的感受 但是反過來 那些人其實喊過了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是 既得利益者 以及收成期的人 即是每天都幸福快樂 但譬如我 和我的後面那一代人 就是那些 真的不行 上班有尊嚴的 我不是來被你罵老母 我是來做事 做完我那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不應該要做多做事 我覺得合理的 兩邊的人都有他的想法 還有他的狀態 譬如我來打一份工作 我不是賣命給你的 起碼在現在這一代人 或者這個時段來說 大部分人想法都是這樣的 我又不是要幫你做牛做馬 我只是餵份糧 我沒有必要做多給你的 沒有必要委屈自己 我沒有必要令自己難受 我辭職就辭職 很簡單 所以 有趣的位置就是這樣 有些時候我們覺得那些人 可能精神很不健康 或者那些人可能他們的狀態很不健康 或者那些人可能會令自己的想法上 也會跟正常有些偏差 但是相反來說 如果他們熬過了之後 好像就真的 當然可能我們看人好 好像熬過了 可能就已經有兩層口收租了 可能就已經養家活兒了 或者有些朋友 假設他可能在小時候 真的不想泵大了女朋友的肚子 搞不好 人生好像很絕望 然後什麼工作都要打 我可能做幾份工作都要養家 原來做一做一做就發覺 人生就開始穩定了 開始向前走 反過來我這一代人 是有一點傾向自己的感受 而我覺得起碼在活著的過程下是幸福的 但是很多時候好像有些事情難過很多 很多時候你好像很難走出那個難關 因為你沒有什麼耐性 沒有什麼掙扎 沒有什麼鬥心 沒有什麼堅強的位置 但是我不是要怪我們這代人是比較脆弱 而是會不會其實有些位置 你真的不覺不覺頂我便頂完呢 我經常在想這件事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證實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模式 但是你看到我以前可能像石油器罐一樣 一手拿兩個 我一手拿兩個 兩隻手即是拿四個 我手腳加起來也托不起一個石油器罐 你想想 他們就這樣死頂死頂死頂 是呀五勞七傷的了 但是頂頂下又發覺自己有未滿家庭 頂頂下又發覺自己的子女又出生了又開心了 但是我們可能很多事情就未必有那種會頂的感覺 或者未必會有那種我要撐過那個 是不太健康的過程 因為剛才我說悲觀 我是接納到它是一個過渡期 而不是一個狀態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悲觀是要捱過的 就是我自己的真心 或者悲觀是要戰勝或撐過的 很多時候不是你撻一下手指就可以的 撻一下手指通常是逃避的 在這個做法上 譬如我們很多時候很不開心很委屈 想辦法撻一下手指 通常撻一下手指是辭職 或者可能撻一下手指離開那個群體 剛才說可能移民 撻一下手指 但是撻一下手指只是轉換了場景 沒有轉換過那個問題 所以我就想 到底要戰勝那個悲觀底 到底有沒有什麼自己 對自己來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是一個 聽聽的聽眾們都可以有一個 可以參考一些的健康方法 可以令到自己慢慢一步一步 令到自己不用停留 在那種只有悲觀什麼都沒有的狀態 我首先想回應你剛才說 上一代、下一代 或者你自己的一代 其實我覺得每一代 它的風氣不同 或者它怎樣捱過 它對於捱這個字有什麼看法 和取態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其實 但是當我們去批判的時候 譬如老一代 批判下一代 你這樣是不對的 或者我們去批判上一代 你這樣是磨滅人性 或者精神健康很差 有批判的時候 尤其是批判其他人的選擇 或者是反過來 不是批判而是吹捧另外一種的選擇 譬如說不停地吹捧 即是鼓吹話 大家注重精神健康 什麼什麼 我覺得太過的時候 或者太過貶 或者太過貶 某一種 貶抑某一種的處事 或者看待你自己人生的一種看法 都未必是好事 那個人喜歡怎樣選擇 其實都是他自己成功的 你可以給他一個建議 我那時候是這樣的 你試一下你會不會跟 但是別人不跟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而你不跟 也不等於是好了或是差了 如果用結果論來看的話 是沒有人知道的 而且反過來 應該也不應該用結果論 難道他有多少錢 來衡量他生活的質素 是不是好嗎 其實沒辦法比 根本就沒有可比性 每一代的人怎樣處事 都是沒有可比性 所以就任由他 每一個人想怎樣 批准他自己人生就任由他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剛才說 逃避 有些人會選擇逃避 我前一陣子 不知道看什麼的時候 他有說過 面對任何問題的時候 都有三個選項 就是改變、接受和逃避 我覺得所有人都可以試完 如果你第一個選項是不行的時候 你試完三個 總有一個是適合你 不是說改變一定是最好 亦不是說被動的接受就不好 甚至逃避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但是這三個選項裏面 你要選其中一個去做 不要猶豫在三個選擇裏面 然後不停地不知怎樣 逐個逐個試 我逃避了 譬如我去了移民 不行的 即是說有些生活的困難 在所有地方都會存在 你要不就接受它 要不就改變它 你要做選擇 你逃避了之後 不成功的話 你要再做選擇 三個選擇一定有一個是對的 我都覺得做選擇是最重要的那一段時間 我很多時候會把選擇的責任 放在其他人身上 或者放在命運身上 所以就會悲觀底 即是我是這樣的 或者命運是要搞到我這樣 無論我做哪個選擇 命運都是要我死的 這樣所有人都會死的 老實說 還有哪個朋友告訴我 資料是個好方法 這樣把責任放在別人身上 即是把命運可以選擇的權利在自己身上 譬如說逃避 老實說如果有甚麼事 譬如你在街上看到那個瘋子拿刀斬人 你不是選擇勇敢面對的馬低難 即是你是人來的 你要自己分析的 但問題就不是這樣 如果你因為聽到某個Podcast 你要堅強每個人都 人家想起這個Podcast跟你說過的話 你去制服那個拿刀的瘋子的話 你被人斬死不要賴 對 我想說就是這樣 就是你自己其實是要有責任 去剔回你自己的人身 而不是悲觀 你不要突然中了36刀 然後在醫院那邊看著螢子 就很悲觀 為甚麼會發生這些事 明明我已經跟著別人說 要做一個勇敢而有承擔的人 為甚麼我現在要躺在醫院 動不了手指 即是不要這樣想 因為我們很習慣地 就是把那些責任全部外判 把我們的想法全部外判 譬如現在也是這樣的 我們明明人是會思考的 但我們很喜歡 聽一些知識性的頻道 或者聽一些會聊天的頻道 因為好像聽完一個鐘頭 聽完九個字之後 我思考了 或者我好像拿到一些東西 但其實你是沒有思考過的 你只不過是在聽別人的思考 所以你是未知道自己人生是要怎樣的 所以為甚麼 為甚麼別人呢 思考完之後 別人可以積極向前 就是為甚麼別人在思考 即是我們在聊著 我們在想著 我們在震盪著不同的東西 但你聽完之後 其實你要有那個想的階段 你要思考跟自己有沒有關係 譬如這個點 到底我的人生是否要這樣走呢 這個位置到底我是否應該這樣做呢 而不是今天誰跟我說 他做人要勇敢 所以他要保護弱勢 所以你是不是也要衝出來 制服那個納刀的神經病 其實這樣是很絕對愚蠢的 你想想可能如果你 明明老婆還是很小 老婆很小 你想說老婆很亂 對老婆亂 但老婆很亂 好像很噁心地說 老婆很亂 小朋友可能有四五個在這裡 喂 你要養家的 老婆很小 老婆很小 像戀童一樣 三歲 老婆還沒出生啊 所以我意思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也要想想到底 你是否有能力去承擔 而不是一味當你面對到問題的時候 你就悲觀 或者你就去賴那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都要去想的 我覺得大家聽完之後 其實都要想一下 你自己每一次聽不同的東西之後 你要把它內化成為自己的武器 或者成為自己的工具 就是要想 那個悲觀 我覺得不是要成為一個樂觀的人 而是要想方法 令自己度過了那個悲觀的階段 我自己的怎樣度過悲觀階段 就是我靠想像自己 未來可以怎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這個時候 就是我會想像一下 如果我捱過某個關口之後 其實我是足以強壯去承受 某些事件在我生命中發生 足以去承受我 在生命的某個階段 可以得到某種的快樂 假設譬如原來我 打一份工作很辛苦 又被人吵 又沒有認真被人吵過 OK 哈哈哈哈 打一份工作很辛苦的 又要被人罵又要什麼的 然後明明那些事全部都是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坐下來看著螢幕 看十個小時 覺得自己根本好像弱智一樣 很辛苦 但當我想過原來我的目的是儲錢 總之我是要儲錢的 我不要享受著 儲到令到我可以有某個資本 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的時候 原來OK 我覺得我換到快樂 起碼我跳過了那個階段之後 我其實不太記得那個階段的困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是這樣 我不會坐在家裡 然後去想 糟了我可能是十九到二十歲的關口 真的很難過 好好笑 真的每天都很辛苦 我不會這樣想的 我只會想 其實現在都OK 很開心 柯欣師傅是完全忘記的 真的忘記的 幾苦都忘記 可能我們花了一個記憶 可能有人舔過渠蓋 或者舔過人家裡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我沒有的 OK 你說你被人吵架 糟糕 上班真的慘了 正所謂 沒事的 過去吧 不要緊 你忘記了 你的潛意識已經保護了你了 混蛋 平時又不見你們 對呀 全數那麼快 在侮辱人方面 你們簡直是專家 對呀 怎樣說好呢 我們好像是 經常捱過了那一關之後 去說回過去 好像很涼薄 或者好像很 你會覺得 你過了當然開心 輕描淡寫 好像很看輕人在經歷的事情 但其實真的 老實說 你現在自己想起 你第一次 寫ABC的A字有多難的時候 你想不起來有多難 但那一刻 不是 想是想得回的 但你未必有那個感受 因為我是那些手汗很厲害的人 所以我第一次寫字的時候 是我的手汗 是滴到筆尖 再滴到本寶 然後我再滑 整本寶都是撕開的 我經常都是這樣寫字 我小時候有大力 完全不懂得控制很小的肌肉 我現在回想起 很辛苦 我沒有讀寫作 你們不要用這種眼神 我沒有呀 我小時候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很辛苦 但你現在回想起 其實你不會覺得A字很難寫 我明白 我學HIGH和HALL的時候 HIGH和HALL很難分 我到現在都未分到HIGH和HALL 他真的未必能回答你 所以我覺得真心的 有些關口是要戰勝的 但譬如我覺得悲觀 我們看回城市 是某程度上有一定的悲觀主義在裡面 那個悲觀不是說 大家要有什麼立場去看 而是你看著股市 那是悲觀 那些東西是有數字的 你不能說 不是呀 很積極向下 你不能這樣 真的有數字讓你看到 股市 像骨牌般塌上去 不如樓家跌 旁邊的人可能店鋪開始倒閉 你是看到的 這些全部都有數據 你不能說這樣就是悲觀 但這個悲觀 你們有沒有在當中 會看到好處在裡面 因為我自己 我看不到好處的 首先 可以強調 但我覺得我看 我很喜歡一套美劇 叫做Game of Thrones 那個叫做 權力遊戲 兵與火之歌 其中一個角色很有趣 因為他們經常都戰亂 死人 殺貴族 毒死皇帝 其中一個角色很奸 他說了經常有句說話 就是混亂就是階梯 我覺得很有趣 本身小時候會覺得 如果我認同這句說話 是否代表我一個很奸狡 是一個很有機心的人 不是的 大大廈倒閉起 大大廈倒閉起的時候 我經常都 我看著這個城市的時候 我經常都想 其實有時候混亂都是一種階梯 只不過我們未必想爬 或者我們未必懂得爬 老實說 因為你問我 其實在混亂裡 你有沒有看到好處 有人真的可能看到好處 或者有人 這世界總有人是發死人才的 對不對 譬如 打仗是很悲哀 打仗是全世界都不開心 但是打仗一樣有人發達 為什麼 賣軍火的人發達 賣手錶的人發達 賣服裝的人發達 譬如你弄軍服 賣車的人發達 因為要引擎 或者那些大廈重工業會發達 我也不知道自己說的什麼 你笑什麼 你那句 我不知道自己說的 很好笑 有什麼好笑 我意思就是 在再難堪 或者再混亂 再生存不到的情況下 其實也有人向上爬倒架 但問題就是這樣 譬如我們現在可能有人是不想 或者不喜歡 不可以這個方法 所以先問問大家 你們是否覺得 在這個混亂的世界 同意 有好處 我覺得最不好的 混亂的相反 應該是政治 所有東西不動不變 我覺得是最差的 無論對於你在社會上 什麼階層的人也好 甚至是最頂端的 我覺得政治也不是一件好事 政治完全不會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疫情那些時候 是比較辛苦 就是因為他死職 沒有事可以做到 亦沒有事在做 所以那個狀態比較悲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那個悲觀是覺得 做什麼都好像 沒什麼大價值 沒什麼意義 不知道要說是什麼 就是因為那個狀態 好像是一湖死水一樣 很多時候 但現在反過來 你少了水也好 或者開始亂也好 或者乾渴也好 如果在那個過程中有活動 有事情發生 就會有無限的可能性和機遇 所以聽起來可能是很悲觀的 譬如悲觀可能有時候 人家的狀態會令到你悲觀 可能家境不太好 或者家境遭遇到的事情不太好 我覺得是合理的 某程度上你有悲觀的狀態 是正常的 老實說如果無緣無故有家人離世 你不可能積極向上 混亂就是階梯 那你階梯是哪裏才行的 如果家人過世 但問題就是 如果當你度過某些難關的時候 你再看回整個社會生態 或者你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其實不動是真是最可怕 真正的悲觀就是 靜止不動 我真心覺得 當你接受到所有東西 在同一個狀態中 完全不動的話 其實這個真的 和你直接擁抱死亡 我覺得是沒有分別的 有時候你想冒個小險也好 有他的風險也好 你真的可能會損手冷却也好 我覺得起碼是一種經驗 不管是開心還是不開心也好 經驗也會令到我們 某程度上一定的成長 就像拆傷一樣 你拆一拆傷 他皮膚會好 但那個拆傷令到你知道 下次不可以跳樓梯這麼白癡 其實很多東西你學到 所以我覺得 某程度上 悲觀最重要的是 你要去學習 學習如何跳出這個狀態 或者學習每一次 如何可以避開那些 令自己再跌入那個狀態的機會 我覺得有時候 有人相對地 能量度是低一點 或者是容易 轉進去情緒的死互童裡 但是 真的動多一點 或者可能是 每一次都會在你自己 遇到不好的濟慮 或者不好的事情 或者你覺得很不幸的事情裡面 想個方法去戰勝他 或者想個方法你下一次不再做 我覺得我們最不喜歡的那種悲觀朋友 就是 你每次都是同一個問題 每次都是同一件事 說一百次 然後沒有改變 這真是最不舒服 但是 如果你每次跟我說 你都有不同的問題 其實還可以的 這是因為 你遇到的就是完美 你想方法戰勝他 你上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你現在要解決的下個問題 我反而覺得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在同一個問題 嘗試想方法先跳走 我覺得 這才是遠離悲觀的最好的方法 你真正要在悲觀裡面 見到好處的話 就是跳離去你眼前 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那我們差不多了 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跟阿慶哥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